省城林凡的别墅里 林凡等人吃完了饭之后 准备去三合药业看一看 没想到我们也有自己的公司了 这是彻底的大公司 可不是一般的厂房 城武这段时间 算是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在药厂的建设中 这成绩也算是斐然的 这可是最新的科技啊 哎呦 你看好了啊 这些药材你来玩玩 城武进到车间之后 望着这些原材料 眼中的喜色更深 这些药材全是他亲自去把关收购来的 虽然价格上略高一些 但是药效却好得离谱啊 林凡对于药材那可是行家 随手抓了一把 闻了闻 然后笑了一下 不错 虽然这些还比不上山里的名贵药材 但是配这些药物那是绰绰有余了 这次公司建好了之后 就在市区选一栋写字楼 总是要有个门面才像话嘛 这个想法绝对是正确的呀 无论从收益 还是从以后的长远角度来看 都是需要一个大的门面 没问题 我有个更大的想法 谭海看着众人 现在既然江南八省我们已经没什么大的对手了 每个省都设置一个公司 开始全面推广我们的药物 这句话是在场的众人内心澎湃 这才是企业规划的第一步啊 我赞成 林凡第一个跳起来大喊 我也赞成 陈武笑着说 只是 众人都没有发现 苏清柔的脸上 却是多了一抹忧怨 或许林凡还是很介意当初的事情吧 正当苏清柔准备偷偷离开的时候 一双大手按在了他的肩膀上 啊 苏清柔以极快的速度 把眼角的那一滴泪痕给抹掉 然后转过身 望着林凡 怎么了 怎么突然这样 林凡深深地叹了口气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接苏清柔的话 这么长的时间呢 其实他最对不起的还是苏清柔啊 你就不要走了 家里的事情毕竟是苏家的嘛 迟早都是要还的 这里的事业才是我们自己的 听完林凡的话 苏清柔微微地点了点头 然后扬起脸味 所以我要怎么做 李凡一把搂过他 我在哪儿 你就在哪里 不要再分开了 看着蓝泽天进到自己的密室 金圣正准备发火 却被身后的那个人给彻底吓住了 清柔护法 怎么是你 金圣的声音有些颤抖 不是我还能是谁 难道要眼看着你们金家彻底消失吗 虽然看不到面具下面的这张脸 但是他的话 却让金圣的心里算是有了着落 啊 这 金圣望见来人 心里终于有了底气 这是黑暗联盟的另一个护法 清竹护法 虽然并不知道他的本事 不过黑暗联盟从来都是以武为尊 他的实力绝对不会弱于隐护法 想到这里 金圣心里又多了一分把握了 怎么着 难道我们来到金府 也没有个座位吗 蓝泽天胡假虎微地问 这次的事情 虽然不是他一手安排 但是金家的失败 他在暗中也是出了不少力 不过 这件事情 除了蓝泽天本人之外 绝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 啊 请请 请里面坐 金圣把二人直接请进了屋子 这才开始大道苦水